好,恭喜您来到了第十讲 第十讲最后的主题是激励启发 我把这个讲,我把它叫做生命的演讲 就是您一定要有生命的经历 您才会把这演讲讲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讲一个 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字的公式 好,什么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公式呢 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一下 这分比就是我的三个建议 我认为演讲就是有靠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件事 这就是我所有主题发想的秘诀 那我们就从C1开始 C1讲的是过去 那我相信它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所谓给予我们过去的人生正向的意义 这是一种演讲治疗的过程 请您从你人生之中去选一件 在过去人生中发生意义重大的事情 但是非常不同的事情是 不管你那个时候当下 你对它的感觉是多么的糟糕 多么的讨厌、多么的不堪 我现在就要求一件很简单的事 你现在未必需要为了这件事 给它一个正向积极的定义 以前你看这件事情 不管你觉得多糟 觉得心情多么的沮丧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C10完成 最后第10讲完成的这一天 我要求你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是请你用一个正向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它 所以像举个例子 我所看待的是什么呢 我在C10在讲的事情 我事实上在谈的就是我的演讲的过去 我演讲的过去在谈的是什么呢 我在谈的是 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演讲了 然后在这演讲的过程之中 我在高中 国中的时候 我曾经被叫到全校面前演讲 讲到我在全校面前呆落目击 整个呆住 不知道接下来该讲什么 我在台上就这样子笨笨的站了两个多小时 到最后那边那个时候的校长就说 算了直接下去 我就在当众被这样子请了下台 然后完全不知道该不能回班上 到最后还是人家来把我带回去的 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把我人生中数一数二屈辱的记忆 把它视为我后来成为一个演讲者的一个养分 所以从你过去中选择一件对你人生意义重大的事情 给他一个正向的意义 这叫做过去的formula 过去的方法 那再来是现在的方法 从现在开始 你的每天都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你每次做不一样的决定的背后 就会有个故事可以叙述 像举个例子 你本来没有捐款的习惯 那你现在决定要去捐款 那你决定捐款的时候 你捐给谁呢 OK 你捐给谁的那一瞬间 一定有一个故事在这里面 对吧 你为什么选择捐给他 你本来选择不放弃一个朋友 不原谅一个朋友 那么你现在决定 你要原谅他 你为什么决定原谅他呢 一定有个原因吧 好 这个原因有故事可以叙述了 那么你本来决定要放弃一件事 你现在决定不要放弃了 那为什么不放弃呢 你在做个不一样的决定的时候 那个决定背后就有一个故事可以叙述 而这个叙述就会跟你人的天性 跟你个体 这本体的本性会有关系 你做出这不一样的决定过程中 一定是因为你有一个信念 我不知道你的信念是什么 但是你一定有一个信念 所以从现在开始 每天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在透过做不一样的决定的同时 你就会有故事可以讲 那最后一个秘诀 那最后一个秘诀就是未来的秘诀 请你想象一下 未来如果你有一个孙子和孙女坐在你的膝盖上 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样的故事 就想一下这个场景 把眼睛闭上 然后想象一下 你就抱着你的孙子和孙女 他就坐在你的膝盖上 你会想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呢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 曾经是一个电玩成瘾的人 曾经打电动打到混天暗地 你会想要跟你的孙子说 我曾经打到混天暗地吗 它会是一件让你骄傲的事吗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觉得很骄傲 可以对你的孙子和孙女说呢 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在你家族的历史上被传送呢 什么样的事情会是这样的事 这件事情在此刻可能还不存在 但是为什么它叫未来的公式 原因是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试着让它存在 而你要试着它存在的方式 就是你要设定未来的目标 你想要创造出什么样美丽的故事 这样美丽的故事 是你可以告诉你的未来的孩子的 我的C10第十讲在讲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演讲所发生最不堪的事情 我讲的在九分钟之前 C10有长一点的时间 我在九分钟之前 我他们都是失败 但我最后在讲的事情就是 即使经过这么多的失败 因为我第一年我就杀金全国赛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 那些失败都成为了我人生的养分 而透过这些人生的养分 那些失败的养分可以成功 可以让我们导致最后我们成功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从 就是第一讲的概念 就是从第一讲这个过去开始 我抽取不同的概念 然后一路往下走 那等你十讲的完成之后 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 不要忘记往进阶手册迈进 绝对不要停留在这里 把所有的手册全部都完成 才是在演讲会之中最大的保障 好的 那么这是我们所有完整 对于C1到C10 所有的简介 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